我是做某滑的通讯器材的 然后你像我出售的快销品某滑的 然后男性选择某滑比较多 女性非得选择某屏比较多 感谢微辣的时候 对 他选了这之后我就挺纳闷 为什么男性越来越对国有品牌支持力度越大 女性还停留在某屏的那种状态 然后我曾经问过一个比较关系比较不错的一个女性同志 她说来了一句 我习惯性的用什么 我说习惯性用某屏产品的 我说某屏产品才存在多少年 这种叫智慧手机或者数字快速手机 这才多少年 为什么你哪来的习惯 说白了就是一个 说白了就是一个 这个文化 哥们你的因为和所以很牵强 我倒不是不支持 我看下来 对看下来 我倒不是不支持 但是我跟你讲 你这个东西 我很支持华为 我很支持华为 我从来没用过苹果 用过苹果4 就用了半年 我很支持华为 但是我不建议你们去拿使用什么手机去搞这个对立 没有必要 为什么呢 使用习惯确实是存在的 我可以这么告诉你 女生相对使手机来讲 没有男的这么溜 明白了吗 这是个真事 男的拿手机你就是华为我拿着几天以后玩得得明白 但是呢 也只是局限在我这几个功能 好多功能其实我也不会 我之前使的是三星人的 我不会 包括我的照片 我现在你看我照相都咋照的 我都是拿这个手机照我原来的手机 我相片我都不知道咋倒出来 我实话说 你说用研究说上网上搜点攻略啥的 能不能研究出来能 这个使用习惯它也包含很多东西 包括邮箱 相册 以及你绑定的账户 以及你其他的设备 这个东西很多 这个就是啥 这个就是先机占有权 就是市场的占有率 他做的早 他拿这个东西出来 很多人用了 你这个是没法避免的东西 我说实话 华为产品牛牛逼牛逼 但他如果当年跟苹果一起 开始做 你放心 现在不会有人说这话的 合理吧 就现在不会有这些啥 一个苹果一个华为 买俩 那就是也别说非得华为了 当然还有其他国产手机 就一个苹果 完了就是他苹果接着使 我再买个国产手机 这总行了吧 省得让人说 好像我宠阳妹外 你不要说一枚 没买华为就是宠阳妹外 我觉得这个都没有必要 不用到这个程度 我告诉你 刚才这哥们听着挺正 但是你记住 现在这个市场上 就包括我们这个 舆论环境里面 华为跟外面其他的手机 闹得就是这个 吵得这么这么凶啊 也好 如火如荼也罢 就是包括有很多对立问题 全是你们这种人导致的 你在道德绑架 明白吗 你在道德绑架 你在绑架 大家不用华为 你不爱国 你没必要 真的没必要 那他就使苹果 他有这个习惯 然后他每年升级换代也好 他也不是代代换 完了你非得说你不用苹果就不爱国 我真想不懂有些女生咋的 他本身使手机 他就一共使几个呢 一个照相 一个打电话 一个一个啥 他就是对手机了解 就紧局限在这 回头换了以后 你问有多少人 我不骗你呢 有多少女的使苹果手机 到现在不会连电脑的 你知道多少吗 你们知道有多少吗 就使苹果手机连电脑 不知道怎么把文件什么 捣出来的 你知道有多少女的手机 换个铃声还得找人换吗 就他根本都不会 不会换 不是说这个苹果一定好 或者怎么样 只是人家原来用的是这个手机 你那个时候毕竟咱没有嘛 人都忍气吞声了 我说好像啊 你看我非得给你撕破 我非得认为苹果好 是我当然希望国内手机好 但是我 我不说就好像显得我不爱国 你这就叫道德绑架 之所以华为会在国内有这么多 有这么多人出来跟你们什么上盘点 你又你感觉什么 驴唇不对挖嘴 上一句跟下句没有任何关系 问题在哪 问题就在你们这种人 道德绑架 我都怀疑你们这种不是真正华为粉 我怀疑你们这种人就是什么故意带节奏 当然也只是怀疑我实锤不了 像你们一样 我还是像咱们说的一样 有机会的话 尽量去选择国产产品 就算他不够完美 不管哪家就算他不够完美 你记住你不给他机会他也不可能完美 他就算不够完美 你也得是真金白银支持他砸出来的砸出来的大品牌 咱们肯定是有机会该支持支持 但是你说突然间拥护习惯也好砸也好 你像我妈似的 现在正使那手机我给他换个手机 网联不上他赖你 商业处调不上赖你 电话听不上他赖你 我说实话 我再希望我妈使华为 我都我都我轻易不敢碰 我还是让他使他那个手机 你但凡换个手机 你给自己找事干的 这完了回头这东西也非得套在爱国不爱国上 是吧 就是就说这么多啊 对喜欢我们就用行动去去支持 对吧 喜欢我们用行动去支持 没必要没必要非得绑绑架别人或者怎么着的 你叫做如果以后你就你就切记 如果以后全中国人都使华为手机 你放心他慢慢他肯定也不使了 迫于压力他就不使了 你就你看华为出这功能了 人家这个有那个有 咱们现在不还没到吗 你必有个过程 别上纲上线 兄弟们别上纲上线 华为是个公司 他也是咱们的 就是作为中国人的骄傲 但是千万不要把他上升到这个程度 说拿拿他去 甚至变成一种武器或者怎么着 他是个商品 让他在商品合理的范围内 去竞争到更多的用户 靠他的性价比 靠他的功能 而不是靠我们的舆论 理性支持啊